施政报告还有一项提到 就是说检讨这个股票买卖差价 春年第二季就会进一步咨询市场 之前市场来说 又好像没什么怎么详细听过 或者憧憬过相关的焦点 不过其实大家应该怎么理解呢 是不是就是由两毫一价变了一毫呢 对刺激的整体交投来说 作用有多大呢 事关于看一份施政报告里面就说了 就是希望探索缩窃最低上落价位 就可以令到一些有流动性 不过又受限于最低上落价位的股票价格 可以更加反映市况 其实分别有多大呢 Stanley对小投资者来说 影响有多大还是 主要都是有利一些高频的交易呢 我想这个措施很明显是针对一些有流动性 换句话来说 就是一些大型的股份 或者指数的股份 或者蓝筹之类的公司 他们的差价可能是 现在来说可能会跌 刚才Mathis也有看到 可能是一两毫子一格 会不会可以缩窄到一毫子 甚至五仙是更加窄呢 这个对于哪一类的投资者来说 是特别有帮助呢 就是对一些机构性的投资者 或者一些做衍生工具的发行商来说 他们做对冲的时候 也是有帮助的 成本和流动性那方面 也会控制得更好 另一方面如果你说高频交易这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很大的吸引力 如果你说那个买卖差价可以缩窄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在资本市场的金融小组 其实都是看到这方面的空间 会不会可以做好一些呢 如果你说可以吸引到 比较多这一类的公民交易 在香港进行活动 或者那个 衍生买卖这方面的交易 做对冲或者做风险管理 这些交易的时候 我相信收窄的差价 其实是确实有帮助的 也都会令到这一类的投资者 或者参与者来说 甚至投机者来说 都会有一个好处 而如果更加多的资金 是买卖这一类比较 流动性比较高的 或者质量比较高的 这一类的指数股来说 其实对整个市场来说 都是有好处的 多个坏处 Sandy 相对对个别 或者普遍投资者来说 影响就不是那么大了 主要都是针对着基构投资者 是吗 主要都是我相信 对于省会来说 当然成本都是会省了的 或者你说真的想做 短线的买卖的时候 也都很快可以回到本了 方便做短线的买卖 如果你说它不是炒开 蓝筹或者一些大价股 主要是针对中小股 其实那个分别比较这么大 另外一方面 就是为了抢人才 施政报告都有提到 就是说会落实 资本投资者的入境计划 就是在香港投资 股票基金 债券等资产 不过就不包括房地产 达到3000万以上的投资者 就可以透过这个计划 申请来港 Sandy 你又怎样评估呢 这招的吸引力有多大呢 对股市的刺激作用又去到多深呢 我想就这招来说 始终有它的作用 因为以往来说 我们都见到投资移民 未停的那个年代 其实整个相关的行业来说 都有一个不错的增长 但是因为当时那个市场气氛 比较痴烈的时候 或者投机性比较重的时候 就暂停了这个计划 现在来说就恢复了 门檻就定高了 去到3000万港元 始终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资金 外来的资金 对于令到我们那个金融市场 那个资金池那方面 都有一个好处 另外就不单止股市 你说基金等等的金融产品 或者互联互通这方面 其实都有一个正面的帮助 当有新资金进入我们的股市的时候 也都会令到整个市场 就会有机会活跃和恢复回生意 那带前提呢 同样都是开场白局那时候所说的 就是说要整个经济形势 或者那个地缘政治的局势 都朝着一个比较有利的资本市场 活跃资本市场 发展这个方向去走的时候 那个效果会会更加大 就是当投资移民哪方面的情况 Stanley 我们刚才就谈了一些 大措施大方向 不过其实看到有些利好的措施的问题 那个惊喜就好像似乎不是很大 是不是因为这样 所以看到广交所的股价 都要由升转跌呢 过去两个月主要都守在 280至300元这些横行区 接下来公布了施政报告录 失授这个水平的机会又大不大呢 其实这样看港交所今天很明显都是因为 施政报告都出来了 那相关的减印花税 这方面的动作也都做了 3000万投资移民这方面的 亦都更加了下来 那很多东西都落实了 那所以反而过去这两个月了 对于这方面的汇约资本市场 这方面的憧憬其实就揭衷了 那令到就没有新鲜感了 那所以有一个比较明显一些的 和力回涛 那今天来讲的高低的波幅 确实都算是近这几个月来最大的 那所以技术上的走势就是转弱了的 差了一点点的 那但是我自己觉得就过去几个月了 其实过去半年了 其实港交所都在275元有一定的支持的 那而看回刚才的措施 其实虽然即时没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但是都是一个 资本市场的一个重要的一步走出来的 那所以都对港交所 我觉得中线来讲也有帮助 所以我自己看跌穿280元有机会 那但是下跌支持275元也是很强的